在目前大家看到 台海的局勢詭譎 中國大陸11的國慶也快到了 不過說到中國大陸 最近的軍事演習頻繁支持 許多人就要想到說 那如果真的出事了 美國會來救台灣嗎 有民調出來說 有60%多的民眾認為說 美國會來救台灣 但真的美國會來 如果真的發生了戰爭 美國如果不來的話 那我們自己就該怎麼辦 幹哥 看起來 這個局勢的詭譎 看來一直要燒到 這11月3號美國總統大選 李剛你講的完全沒有錯 現在的態勢非常的詭譎 為什麼我們先來看最新的 我們來看看 這是美國大兵對不對 好 為各位介紹 這是美國第29中隊 這是什麼 假想敵部隊 這好像很平常 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對不對 對 就穿的是美國制服 但是大家仔細看 他的背章 好 我現在秀給大家看 他的背章是什麼 放大來看 這是一個紅色的地圖 什麼地圖 仔細看 很像是中國大陸的地圖對不對 然後他這個無人機部隊 壓上的就是MQ-9 死神無人攻擊機 你看 他在記憶上面 也是一個骷髏頭 這是什麼意思 他的骷髏頭的意思 就是代表說 他是要斬首的 斬首 斬首 背後卻是用 中國大陸的地圖 這代表著說 他們的目標是中國大陸嗎 對 難道他的目標就是 他的斬首的對象就是領導人習近平嗎 好 為什麼我今天要這樣講 你知道嗎 因為今天這件事情 你看到MQ-9無人機 他在今年初 他就有一個非常驚人的 世界性的戰果 2020年初他們竟然在巴格達機場 用一架 只有僅僅的一架MQ-9 攜帶四枚地獄火的反坦克飛彈 就打死了伊朗聖城部隊的指揮官 叫蘇萊曼尼少將 四枚飛彈炸死了七個人 貝昭顯示在肩膀上 就告訴你說 我要準備要狙擊的是誰 我要狙殺的是誰了 現在這時候放著中國大陸的意圖 其實不是意圖非常的明顯 指向性太強了 這種在就是說大陸的官媒 他們就認為說 你若是這樣指向的話 那你實在是太囂張了 你根本沒有把什麼 沒有把國際的這些工序量數 把它放在眼裡面 好 我們今天講到這個的話 就要先講說 那現在兩邊的武力準備 是怎麼樣的 美國最新的太平洋 捍衛2020演習 你知道奔襲8000公里 美國用F-22跟C-17 從阿拉斯加到夏威夷 有8000公里的軍事準備幹嘛 就是模仿要重新躲島 因為從諾曼蒂登陸之後 美國的躲島演訓 其實老實講一句 已經荒廢了很多年 雖然他們是非常先進的 躲島部隊 但是他們現在就是在 積極在演訓這樣子的東西 好 而且你要知道 為什麼他們直接把F-22 派到南海來 就是因為說我直接用F-22 其實我們知道F-35 已經很夠用了 對不對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 F-22是完全沒有外銷的 所以說它的參數 你盡量錄 你錄不到 也就是說我派最先進的戰機 到南海去 我攻擊西沙的話 你們今天想要蒐集參數 因為你們根本不能從 任何盟邦得到F-22的參數 所以說我就直接派 最先進的猛禽戰機過去 所以中國大陸因為它的武力 跟美國之間是實力有點相當 所以我用最強的飛機 讓你大陸不知道這個飛機 它的性能到什麼程度 逆中戰機 要用在多刀演習上面 我現在想的是演習 如果真打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 它從哪裡飛過來 對不對 好 大陸方面 28號也進行了五場 你剛剛一天之內五場演習 這麼密集的一個演習 這麼密集 黃海 渤海 東海 各三場 然後在西沙群島兩場 尤其在黃海 試射了英級83實彈 所以你就曉得說 這雙方面的準備 真的是非常的驚人 而且他們在醞釀 就是說是不是你川普 要轉移疫情 就是要演一個真正的 真人實境秀給大家看 讓你在不到兩個月的 大選之中能夠贏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不管 其實大陸的潛艇兵他們就講 他們就用了一個官方的宣傳 就是說如果今天戰爭爆發 然後一句話不講 然後畫面接到什麼 按下一個紅色按鈕說 這就是我的回答 所以說我們今天台灣 身處在這兩牆之中 我們今天絕對 不要變成人家的棋子才是啊 我們看著現在的台灣 大家都覺得說非常緊張 覺得說現在的戰機 都已經飛到 ADIZ附近的防空識別區 他萬一突然之間突然越過來了 他突然之間接近了 我們台灣就這麼一點點大而已 現在這個時候 看起來美國跟大陸之間的 這樣的鬥爭 在軍事上面 好像並沒有這樣子 滅火的狀況 是的 其實台灣身處在 西太平洋的沿岸 然後也是在東南 大陸東南沿海 所以基本上在兩個國家 他們戰略板塊衝撞的時候 台灣勢必受到影響 我們也知道美國 持續的在全球追求他的 所謂的單極主義的 利益最大化 再加上川普政府上台之後 川普他提出來的 美國優先政策 基本上對於所有能夠 危急到美國尋求 這個單邊主義霸權 這條路上所有的障礙 他都必須先除之而後快 反觀我們來看 中國大陸隨著他 持續的國力不斷的增長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容忍 美國的這個勢力 持續在他的家門口 持續的耀武揚威 有一位石齊平教授 提出了一個河海理論 我覺得這可以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現在這個情況 會如此的惡化 首先美國他在二次大戰之後 隨著他對於盟邦的經營 還有他持續國力的不斷擴張 他把整個西太平洋 視為他的外海 也就是說他整個西太平洋 以內這個區域 都是美國的勢力範圍 中國隨著大陸的 隨著他的國力的不斷發展 他基於國家安全的考量 他也必須要在他的東海 黃海 台海以及南海的部分 這四個部分要把它當成 它的護城河 所以一個國家把它當成護城河 一個國家把它當成它的外海 在這裡的河海之爭 它的衝突就會明顯而易見的產生 我們剛好被夾在那中間 沒有錯 然後我們也可以知道 在東海跟黃海的部分 由於主要的對手是 美國 日本跟韓國 在南海的部分 基本上是美國 越南 菲律賓 然後還有印尼等等 在兩邊的軍事演習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東海 黃海 以及在南海的一個部分 他們不管是演習的規模 或者是演習的兵力 都比派遣到台海周邊 要來得大跟要來得頻繁 最近我們可以看到 他為什麼會持續的 在台海這邊實施的繞島飛行 或者所謂的 對我們的空防進行干擾 但實質上 我們用很客觀的角度來看 他在黃海 東海這個演習 跟在南海所派出來的兵力 遠比他派出這幾架飛機繞島 所造成的威責的力量 要來得更大 當然 目前由於 所以他派過來的兵力 實際上跟他實際軍演相較之下 他給我們的壓力來說 相對的他是給小的壓力 是的 為什麼會如此 因為我覺得就中共他的觀點而言 基本上他就是希望 台灣的民心有一天 還是能夠歸向 中國大陸這方面的 然而反觀最近由於 香港抗爭以及美台抗中 這個力道不斷持續的增加 所以他就利用 其實對他來講 他是成本最低 但是對我們卻造成 心理威責最高的方法 他基本上就是要把這個飛機派出來 然後繞這麼一圈 他不動 他只花費了人力 他只花費了飛機的 這個operation的油料 但是他對於台灣的 造成的威責力度 卻是台灣無法承受之重 所以現在看起來的話 在未來的話 至少在美國總統大選 要結束之前 我們都應該還會繼續 承受這樣的壓力吧 事實上這絕對是如此 因為對他來講 他的成本來得最低 但是他卻可以造成 我們飛機不斷的起飛 然後造成我們民心士氣 造成我們的輿論壓力 造成我們在內部的討論 然後使得在這個 同時向世界昭告 台灣本來就是 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我只是在我的領土周遭 實施相關的一個巡影